日本世纪灾难 慈祭慕心慕爱也在校园引起热烈回响 尤其在台中雾峰山区有一所迷你小学 同龄国小 在九二一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呢 日本灾区沿首县就曾经派人来关怀 这次学校师生都抱着感恩的心 发动捐款要将爱送到日本 这一堂是自习课 慈祭人来到教室感谢这群同学们的善心 看到日本灾情惨重 大家不约而同在联络簿上写下希望能够把爱送到日本 上次九二一大地震 日本也要帮助我们 然后这次我们要帮助他们 同学们捐出的不单是自己的零用钱还有班费 老师也决定同学们一起捐多少 他就捐多少 我原本就要捐 然后如果能在班上就是一根的同学一起 就大家更有参与感 为在台中山区的迷你小学同龄国小更是以感恩的心想要帮助灾民 九二一地震发生后 严守县就曾经派人来援助 这次要送来到日本 他们更不能缺席 所以日本有好多好多的灾民 他们现在都很可怜 没有水没有电 而且在那边非常的冷 对不对 台中弹子区的头家国小 校长是慈激会员 也在校园发起慕心慕爱活动 决定把善款透过慈激协助日本重建 日本很可怜啊 所以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些钱 那个有家可归啊 然后平平安安的 钱捐了以后我们也不会去觉得说应该要怎么样应用 我相信 我们都相信慈激可以做最妥善最好的应用 爱的种子已经在学子们的心中萌芽 善的效应也让世界 更美好 待新闻中部综合报道